司令 夫人所说的是 子弹穿到远上海 不幸中的万幸 子弹并没有伤及骨骼和脏器 子弹是从第五 第六 跟骨骼之间穿入 然后经右飞下 从后背肌肉层穿出 如果子弹再往任何方向 偏离一公分的话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惜一切 给它最好的治疗 我要它完全恢复 但是 怎么了 但是夫人失血过多 子弹穿出后背时 有可能震动到脊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 怎么样 赶紧说 会怎么样 可能会造成抑制昏迷 也有可能造成下肢瘫痪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 夫人刚做完手术 等到转入抗护病房 你就可以看到 你去吧 哎 风姐也怎么样了 她说头晕回去休息了 不会是中剑上毒了吧 我跟你说这回可能真闯大祸了 小白 高大哥 我真的不是有医的 没事 放心吧 我会处理的 对啊高大 有线索了吗 得赶紧找到另一把钥匙 上哪儿找啊 刘元 你的任务失败了 高飞竟然还活着 刘元我已经杀了 不要再管这条线了 眼下已经给我盯紧了高飞 想办法把钥匙拿回来 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吧 你说什么 刘元被你杀了 那我之前抢到的贾刘元 这一切都是你亲手安排的 那我算什么 我只是被你利用的工具吗 我太不信任了 为了这件事情 我死了多少的地形 我怎么向他们家人交代 闭嘴 我不要在车上面浪费口舌了 下面的任务是 杀掉高飞 拿到钥匙 不然 会知道后果 我警告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敢用枪指着我 我也警告你 也没有人拿枪敢指射我 包括你 神兵 王牌特攻 你有第二次 明白了吗 明白 对啊 知道我是军统王牌 就不该这样对我 过去 你有没有人 现在是军统王牌 你要是军统王牌 你需要拿到钥匙 就在这儿 我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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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如 你醒了 燕如你醒了 你真的醒了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帮你拿 我不要什么 刘远 刘远找到了吗 逗逗你的脚趾给我看看 干什么 这是大夫交代的 好 左边这只脚试试看 那有没有感觉 当然有 赶紧给我盖上吧 好 好 好 那你好好休养 其他的就交给我 好 你也累了 快回去休息吧 你哭了 我们好不容易又在一起了 我是不会轻易离开你的 好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 不管任何事情 我都没有怕过 可刚刚你昏迷不醒 我真的怕你 我怕你再也醒不过来 我再也看不见你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俩走吧 别开这里的一切 咱们走吧 我们现在是骑虎南下 没有暗生保密的东西 我们能逃到哪里去 铺田之下 莫非妄图 就算我们想出国 也得能出得去才行吗 正为了你我 能黯然脱身 所以该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完成 我全都听你的 报告 我去帮我 去帮我 不要在这儿守着我 有什么需要 我就跟他们说 他们全都知道你是我的 好 我去帮我 帮我帮我做这个 帮我做了我 我来帮我联益 我去帮我做的 你帮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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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做的 走 这么好 马上发密电往重庆 还有 你调遣系统内最好的解锁专家 秘密带上留言 再挑选几个顶级的护卫 随时候命 刘远 他不是死了吗 那是我故意安排给别人看的 如果刘远死了 别人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战场英明 等卑林区域平静下来 你们几个再开始行动 到时候让刘远带你们几个 过天地乾坤阁 去探探地下军火库 看看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 能不能把它打开 注意 绝不能处罚自毁装置 另外 不管能不能打开军火库 都要给我把刘远藏好了 绝不能再出纰漏 是 哟 小姐 你不会是要真的服从贾先生的命令 去杀高飞吧 贾先生 他算了什么东西啊 他只是一个会把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都当作他事先目的的牺牲品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亲自对高飞说 这样 你在这儿等我 我一个人去 你一个人不会有危险吧 一个人去才不会有危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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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高飞 我有话跟你说 我如果今天是来对付你 就不会一个人过来 你若不是一个人过来 你就不可能活着走到我面前 小班调试机关的能力你清楚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跟你吵架的 现在的局势 已经超出了你我的掌控 你最好快点走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不可能退 原因跟你说过了 不想再重复 刘云已经死了 现在的局势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刘云死了 我对了 干得真的漂亮啊 别告诉我不是你们干的 算是我干 但不是我能左右的 我懂你意思 谢谢你提醒了 看来你是一定要踏这趟魂水的 不过我建议你 最好不要追查六云的下落 那是一条死胡同 你最好从其他方面入手 知道弱者和枪者的区别吗 一个总依赖希望 一个永不放弃 朕希望我们不要吃枪一对 恐怕很难 快点 报告龙城站站长锦西密店 刘远招供 秋天真迹未死 潜伏下来的日本残余计划的戏剧武器 你整个龙城 请司令恕罪 都是卑职的错 前天晚上 我带着兄弟去那看着 不知道怎么着 就睡着了 我那帮兄弟也都睡着了 这一睁眼 刘远的老婆就不见了 还请司令恕罪 算了 不能确怪你 这些人本来就是身处鬼没 洪波 你分析一下 这次刘远真的丢了 重庆方面 会不会借此大做文章 司令 我想大做文章倒是不至于吧 想必 他们也猜到了 我们不会把真的刘远送回去 只不过 必然会有所动作的 而且这个动作 或许还是谋划已久的 这一次啊 只不过是正好被他们逮着了把柄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从今天起 你们各自 都把自己的部队整理清楚 把门看紧一点 就算以后 有人要来找麻烦 都让他们捞不着把柄 报告 进来 司令 重庆电文 趁被你说对了 他们动得真快 还没说 司令 劫师部 让张国墨接电话 是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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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冨座同兵陆沈 这批招不来的行命 才训练了两个月 就可有些 武藏之师的气势 那是 要连带兵打仗 私练一下 头一个就是咱们的律座 报告律座 司令来电 知道了 我们继续指挥训练 是 是 一 二 三 四 这次事件 从几个地方 都出现了日本忍者的踪迹 而且在大通都坊 他们也是奔我身上的钥匙来的 所以我怀疑 在龙城 应该潜伏这一批日军的参与势力 他们可能要利用军火库 来搞一次大的阴谋 那怎么办啊 这么大的一个军火库 绝不会凭空出现 它是怎么建造的 那些武器 又是从哪儿运来的呢 在王府的地下 绝不可能建造 如果我们去追一下军火的源头 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呢 我也这么想 所以我反复看这三张地图 你们也看看 看看有什么差别 时期不同 绘制的部门也不同 这张地图是抗战时期 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地图 是老地图 是老地图 中间一张 是日币时期 日武社会局颁发的地图 最后一张 是卢定军接收龙城之后 发现的地图 你们看看这儿 看看有什么问题 果然是有问题啊 这儿原本不是一片黄帝 而卢定军 故意给他处理成了黄帝 我查过资料 抗战胜利的前夕 国民党的大部队 对这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所以综合分析 我觉得这儿 有可能曾经有过 日军的军事基地 有道理 日本人的军事基地 日本人刻意隐瞒 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军事基地 可是卢定军他刻意隐瞒 那就说明 他要掩盖 在这个军事基地里 发现的一些东西 你们猜 当年攻击这儿的地面部队 是谁的 卢定军的 没错 卢定军的心腹 五十二师 二十九旅队长 张光沐 老大 你说这军火库里面 到底有什么呀 是不是跟那军事基地有关系 关于这个军事基地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 所以我想请你们 给我提供一些信息 说不定我能够找到一些 军火库的线索 会不会这军火库里边东西 都是从军事基地挪过来的 反正离这么近 想法不错 离这个军火库最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就是这里 运输方面 好 我回去 跟我的上级 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 你们等我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我送你 我实话告诉你啊 现在的局势 对我们来讲很不乐观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 师部那边 你给我看见 是 喂 司令 这个什么狗屁的重庆的巡察大员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前段时间 不是刚来了一个什么沈特办员吗 这怎么又来了 名义上 他是来问军统药犯丢失的事情 同时 还要检查一下我们接受的工作 实际上 是来挑毛病找麻烦 为将来夺我龙城做准备 留下把柄 这样就行了 其他的 到时候我会给你指示 是 有你看着师部 我就最放心了 那儿的事情 我就交给你了 是 司令放心 如果谁要敢来 我保证叫他有来无回 嗯 事情查得怎么样 一直在查 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 我想知道详细的情况 现在事情非常紧迫 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当然 嗯 如果有一天 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最想做什么 我想找个安静的 像市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希望身边 能有一个让我想起来 就忍不住微笑的人 相伴到了 你呢 明明呢 那个让你想起来就不微笑的人 是谁啊 明明 明 怎么了 螂 回来回来 你快出去吧 坐 高大哥他到底喜欢谁呀 不知道 那你知道 我喜欢谁吗 我知道 你最喜欢的 是 油 闷 大 虾 怎么了 不是你前几天跟我说的 你最喜欢吃油闷大虾吗 放心吧 以后我的那份全给你 你最喜欢的 好 好 借我贺老板 你好 再见啊 就闻高探长大明 近日一见果然是英俊帅气 过去了 来 请坐 坐 高探长 既然我们见了面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呢 尽可承说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我想知道日本人 在望楼山脚下 建立的军事基地的所有资料 这个基地是谁建的 是什么构造 日本人在里面 从事什么活动 所有相关的资料 我都需要 根据我们以前 所掌握的情况 这个日本军事基地的 秘密档案 应该封存在 五十二世事故的机要室 五十二世事故 五十二世 二世九旅 是当时清剿这个 日本军事基地的 唯一的地面部队 而且对这个基地 物资的安置 资料的收缴 都是由五十二世 二十九旅的旅长 张光墨亲自安排的 那按照常理 这些文件应该送交 重庆政府 由国防部机密档案 实际管管才对 日本人投降时 卢定军刚刚接受农程 他和重庆的关系 还没有那么亲密 所以如果我们判断的准确 这些秘密档案 仍然封存在 五十二世事故的机要室 非常感谢 感谢何老板 他对高领的信任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贾先生应该就是在那个地方 从卢丁军手中把刘远劫走的 会不会是一本人 从他手里把刘远劫走了 他会要负责起这个责任 所以说自己把刘远给杀了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更大的可能 是贾先生 他想独占军火库的秘密 霸占刘远找回来的所有信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刘远还活着 我们就守在这里做准备工作 如果要是日本人带着刘远来 那我们不是一举两得了 如果高大哥和小班也在的话 我们胜算的几率肯定会更大的 我知道 为了你的任务 也可以不择手段 好 我成全你 走了 离我夜远也好 真希望我们不要吃巧有对 恐怕很难 是啊 不管怎么样 先守住这里再说 那边应该就是刘远 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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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根据贺老板提供的情况 咱们要的资料 能开散卢定军失败 也就是二十据旅的处团 二十九旅 那不正是卢定军的主力部队吗 那不正是卢定军的主力部队吗 老大 打算怎么办 那不正是卢定军的主力部队吗 应刘远 刘远军的司令部 咱们都走过一回了 一个试固难得到咱们 我已经调查了 二十九旅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损失很大 他们现在正全力地补充兵员 每天在操场上要训练新兵 整体的戒备不算严格 而且他们不知道 咱们的目标是试固 应该没问题 那咱什么时候动手 哥哥 最近你身体一直不好 这次行动就别参加了 安明 你也留下吧 照顾一下哥哥 好 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风姐姐的 晚上十点准时行动 准备一下吧 好 站住 大事不好了 有什么事 有远 有远 结算专家 还有几个弟兄 都被任者给杀了 有远真的死了 属下不能 那些细节武器 一定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 而且要越快越好 可是现在 怎么 有什么顾虑 我现在势胆力薄 要想完成任务 必须要有一个靠得住的搭档 在龙城根本无人甚有 我建议大胆起入高飞 这个忙 我会考虑 你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是 最近我得到消息 重庆方面要派人来视察咱们的工作 我看他妈的就是来挑刺的 大家听好了 都给我机灵着点 一定要把师部给我把守得严严实实的 不能让任何人闯进来 是 更不能给司令找麻烦 是 这样 警卫连 还有侦察连 由我亲自带队 所谓师部大楼 这段时间都跟我按最高级别进行警戒 不能给任何人可乘之机 就不信了 还赌不上别人那张嘴 我看谁还能找出咱们半点错呢 好 散会 各自下去准备 准备 风姐姐 你觉得高飞这个人怎么样 很 复杂 复杂 我不这么觉得 那你说 跟他在一起说话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我倒觉着 你跟小班在一起说话挺有意思的 才不是呢 我看见你看他的眼睛啊都是亮的 那我看谁的眼神是瞎的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 有一次我看见你们两个抱在一起了 你没抱过小班吧 更没抱过我 你别瞎说 那次是我晕倒了高飞服务 你是在哪儿看见的呢 我那个时候吧 正在学习用狙击枪 在瞄准镜里看到的 我知道了 你是想有人抱你了是吧 来 姐姐抱抱 姐姐抱抱 你手怎么这么烫啊 不会是发烧了吧 我还好 就觉得有点晕 冯姐姐 你烧得好厉害 你在这儿等我啊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推烧药 等我啊 冯明 我現在也没有 我现在就会安排 我再给你 我现在就去 ça 一门 你给你 去这儿 我还说 我这儿 是 好 明儿 是我 爸 爸 吓死我了 鑽下了 小刀 只能找iah 小刀 去刀 最新攻略 鑽下 散步 厲害 大阪 来 灵儿 喝点水 爸 你这大晚上的吓死我了 有什么事就赶快说吧 我一会儿还有急事呢 我先问问你爸 你还记得你的任务是什么吗 见识高飞啊 那见识了这么长时间 有什么发现吗 有 高飞是一个有勇有谋 做事也非常有张反的人 而且对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 那你觉得他这个人可以信任吗 当然啦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只是觉得他人不错 而且我敢肯定的是 他绝对不会伤害我们 那风格格也是这个看法吗 风姐姐说高飞很复杂 可我不这么觉得 可敏 我可听出来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 我们是在工作 因此不能参入过多个人的主观想法 我知道 那还需要我做什么呀 你不要忘了我们是战士 我们的周围潜伏着各种各样危险的地人 我们可以信任人 但是不能放松警惕 哎呀 好啦 我知道了 可敏 爸 我这些年 很亏欠你 哎 爸 风姐姐还等着我给他买药回去呢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吧 哎 一定挺晚的了 你路上要当心 爸 我不是小孩子了 既然你交给了我革命任务 那你就要把我当做一个革命战士一样来对待 嗯 放心吧 好吧 走吧 一定要小心 走吧 路上小心 迟到了 老大 没受伤吗 没事 没想到师父防守那么严密 这回多亏你了 不然真有麻烦 夜闯是不行了 怎么办 回去再说吧 好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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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哥 高大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哎 还有我呢 你怎么了 你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呢吗 你这就是瞧不起人 对 哈哈 我告诉你啊 这次还多亏了小伯子 不然可真麻烦 阿尔神雄真棒 哥哥呢 封姐姐还是有些不太舒服 我给他熬了药 快去休息了 走 你就只知道关心封姐姐 你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他们什么都没有拿走 好 你们做得很好 人跑了没有关系 给我加倍警戒 是 张光默的尸部戒备森严 高飞更加确定日军的军事秘密资料 一定就在尸部 这些资料 也许正是解开地下军国库 秘密的关键 高飞决定 不信一切来讲 再次潜入事故 你 你累了 靠近我 睡在我怀里 柔名 神秤相拥 掌心只有空气 四不碎的记忆 别说来世就在精神 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我爱你 不可以要救 爱你自作自受 爱像子弹穿透了胸膛 而我早已摆空前窗 为你而哭 为你而笑 出生如死 生死不离 别说来世就在今生 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我爱你 无可要救 爱你自作自受 爱像子弹穿透了胸膛 而我早已摆空前窗 不要你的 山梦海誓 只要一生一世 在一起 你累了 靠近我 睡在我怀里 今生在一起 我预养 想ug 基志 凍ikt 相当于我 卖 FT Front 队 ign